我想問三位今天是為大家表演的是派塵 我們知道在儀修身兩次 一直在國內看到這個公園 而比方都是老婆老太的在打的派塵 其實派極權對於強身健康、平衡身心 以及棍稀條式都非常之高手的 所謂陰陽朝環 是從萬族去領略到自然當中的劫調 和自然當中的土地綜合的氣息 就像我們三位表演者的服飾 我都覺得比較適合演派塵 對 派塵已經看著力度不是很大 但是居然就在旁邊 他一周已經是出來了 又是在揉劍當中 把他的力量都會散播出去了 而且派塵派塵已經是來自於中國的洋視派塵 沒錯 現在我們非常之說 武漢世界是無焦性有焦四兩活之間 而派塵就更好轉變了這個問題 現在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也不妨學了一招兩次 我們知道派塵其實是對身體非常有意思的 因為他是注重於胸腹式的呼吸 但是我們在這個高一式當中 主要是修身仰勁 所以能讓整個身體 以天靈精華完全的吸收過來 所以派塵是一項非常好的全民健身運動 沒錯 從這個角度來說 派塵是人生的根本 而派塵是正好地調和了運氣呼吸方面的技巧 所以對於身體方面是有很好的調節作用 尤其是對於各種關節控制 都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而且現在我們的修所組的壓力非常大了 所以其實大家就可以去小練一下派塵 又可以讓我們的機牌 包括幾道的情勢慢慢的緩解下來 在一波一氣高中的去感受到派塵的魅力 讓我們的機牌 讓我們的生活節奏也慢慢的前進下來 我想說送給我們現在台上表演 派塵的三歲 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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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大師 對 大師 大師 對 其實我會建議,如果有青春的朋友, 就和我們詳細的三位大師一起學習一下, 這個像是太極了。 寫過的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學習一下我們楊氏太子, 掌聲送給他們,謝謝!